又出新资料片了 2024年7月9日定期为公告 本周维护内容主要为 客举大赛推出全新主题 词院一爬将会在本周末全播放出 第二个内容为 2024年7月5日 即以后开启的服务器新增擂台单挑赛 单挑赛的精锐组比赛将在开服第11天的12点开启报名 神威组将在开服第39天12点开启报名 参加单挑赛需要5个师门技能 大约等于59级 两个组别有不同的时间段进行报名 基本赛和淘汰赛 奖励均为制造指南书 百连金铁 零式指南书 圆灵金铁和特色令牌 精锐组为100级 神威组为130级 并且还有称为奖励 以及储备金和小勇士对标奖励 同时也会有一些规则 采用经典的EV1单挑模式 比赛上线25分钟 40个回合 零食服 卡片 药品 天赋服 都有系统提供 最多上场4只召唤兽 不允许使用照妖镜和现行服 以下是具体的赛事介绍 第三个内容为 锦衣蓝界面迭代 新增一键整理功能 可以消耗体力将锦衣有序排列 新增点藏套装展示和换装方案展示 第四个内容为 修复了以激活的照影符石 无法流通的问题 撒到成兵使者 孙行者 也将一步至长安 433.252 你们说有没有可能 这么多NPC移动位子 就是为了新资料片铺垫的 那么最近如果需要快速脱坑 或者具体变现的 可以出我头像 联系我主页的V 多对比不吃亏 第六个内容为 免费鲜蕴消耗规则调整 玩家消耗免费鲜蕴 将不再增加清凉积分 那今天晚上 如果有密质需求的兄弟们 可以直接把这些免费鲜蕴消耗光 然后用清凉积分 换免境外期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咱们这个鲜蕴 既有免费鲜蕴 又有灵动鲜蕴的话 咱们现在是1949点免费鲜蕴 如果购买一个的话 它是优先扣除免费鲜蕴的 所以说今天晚上 可以该买的全部都买一下 本周测试服为 广东三区 洛富山 物与伦比青花瓷 山东四区 宜水雪山 浙江二区 苏迪春晓 新增庭院类别 摇池仙境 在部分服务器进行测试 玩家可以前往宝相国 66.12摇池仙子处 购买任意一款 摇池仙境苏州园林礼盒 即可升级当前庭院 为摇池仙境 梦幻石油电脑版 和苏州市园林区系列活动 摇池仙境苏州园林 将于2024年7月9月12点 在部分服务器进行测试 本次共推出三个礼盒 偶元礼盒 网元示意盒 和着证园礼盒 三个礼盒各有冲突 只能选择一个购买 售价分别为 52007 9999 158007 折后售价 3999 6999 和9999 那怎么样才能有折扣呢 内容分别是图纸不同 以及摆放的装饰和建材数量不同 而最高等级的着证园礼盒 看起来应该是全部都有的 礼包不可交易 这是着证园的展示图 还不错 礼盒可以用进行仙玉 灵动仙玉 和免费仙玉购买 在8月27日8点前购买礼盒 将享受限时加赠 有机会获得寻梦姑苏成就秀 离语雅之头像框 和周形网狮 冒泡框特效的赠品 当然这三个玩家也可以通过仙玉购买 帮派竞赛帮派试炼赛对阵匹配方式调整 将于7月9日维护之后 至8月6日8点在浙江二区苏提村小服务器测试 第一轮匹配不变 第二到六轮取消了随机对战机制 更多的是考虑本轮的积分排名和帮派实力 在7、8、9轮调整为本轮积分赛排名前12的帮派 每4个帮派随机组成对战 剩余帮派是根据帮派实力匹配的 最后一个内容 新建议角色推荐尼称模式优化 在新建议角色时 点击牵筒按钮将不再是随机一个不怎么好听的名字 而是开启天命取名界面 为角色获取来自古典师级师傅的推荐尼称 最后特别说明 2024年全新资料片 《梦幻西游之双龙之战》部分内容 将于2024年7月10日12点 至7月14日23点59分 在开发测试服放出 玩家大约等于109集 且绑定将军令 就可以在2024年7月9日10点之后 前往长安城320.58开发使者处报名 这一次新资料片的下方等级 竟然到了109集 以前像什么门派调整之类的 都是159集起 并且命名是双龙之战 想必跟龙宫是脱不了关系 咱们期待一下 那么以上就是本次维护的所有内容 兄弟们点点关注点点赞 不要错过大雕美中公告 抢先看